曾与徐太志杨贤硕同属C.O.T.J. and Boys组合的李珠诺25日营涉嫌性骚扰而被首尔龙山警方立案调查 据警方工作人员透露 李珠诺于25日凌晨3点左右在首尔利滩院一家夜店向两名女性搭讪遭拒后 趁两名女性不注意从背后抱住她们上下其手 在遭到工作人员阻拦后还殴打了工作人员 警方已完成了对两名报案人的调查正对现场监控进行分析 接下来警方将正式传唤李珠诺接受调查 李珠诺曾在2002年将一名在夜店认识的女性带到录音室进行性骚扰而被立案 当时警方考虑李珠诺与对方和解等因素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反过最近韩国演艺界杰尔莲三爆出性犯罪丑闻除了李珠诺以外 偶像组合9AJ成员朴友天正因信息嫌疑而在接受调查 喜剧演员刘向武也正在因信息未遂而接受调查 还真是严重水逆期呢